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幼稚开始 幼稚开始 你看连弹珠都会玩半天 这个人不幼稚 可是弹珠不玩的人 他智慧就开不了 现在很多家长就是犯这个毛病 然后不希望他的子女开智慧 然后希望他有知识 那就糟糕了 人优先次序 是先开智慧后长知识 我们现在刚好相反 这糟糕了 一个有智慧的人 知识越多越好 因为他会善用 他会用得有效 一个智慧没有开的人 到处去学 学到最后变成什么 变两脚疏 他会输除 只是个会行动 但是他是输除 他不用 什么都不用 尤其很多人很糟糕 他嘴巴讲 讲到最后他自己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讲的都不是他心里的东西 现在的人都这样 讲的全都是欧美的道理 那有什么用 我不晓得有什么用 我很简单问人家一句话说 在股票市场里面 告诉你哪一只股票会涨 哪一只股票会跌 到底他是真的假的 没有人答得出来 只能说有时候真有时候假 其实不是有时候真有时候假 不是 有人说有人真有人假 也不是都不是 是什么 太简单了 就说你又没有照他的去做 你照他去做他是真的 你没有照他去做他就假的 不管谁说 哪怕是在外行呢 还随便说哪一只股票会涨 那谁能相信独取猫 他一定涨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而已 但是大家都会想到其他事 真正的东西 你反而去很副略掉 所以一个人 你的智慧不开的话 你就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你没有选择能力上面 我们从小 就要选择自己的未来 而不是什么 有时候坚定意志啊 搞自己的 不是 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老实讲 你说 哎呀 我要做一个奥运的选手 人家看看摇头 为什么 你不可能 那你立志有什么样 你在吃苦在什么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因为那是有条件的 那你说我要立志做什么 都没有用 而是我要选择什么 我应该选择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凭我的条件 我所能选择的是有限的 我只要选到外面去 我就徒劳无功 一辈子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选对了 我很快就发展了 那发展对我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就是在比较可以减少外物的困扰里面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修集 这是对的 所以老板为什么要选对行业 为什么要选对人员 为什么要掌握机会 为什么要提高绩效 为什么要降低成本 为什么这些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它都是工具 都是过程 可是有的这些以后 他就知道了 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可以来修集 现在很多人就是后面这一段忘记的 哎呀我赚了大钱了我怎么办 怎么办 打高尔夫啊 其实真正在打高尔夫的人不多 都是在赌博 我是感觉到什么叫做高尔夫 就是老天用来惩罚有钱人的 一种工具 就叫高尔夫 那个有钱人他舒舒服服 他什么也不要背哦 回去背那个东西 你叫他背别的 他都不愿意背 你这个啊 他背的还很荣耀 你看 可是 可见老天是有智慧的 人是很愚蠢 打把将 然后找刺激 他就不知道 人找刺激 他是无止境的 因为你一阵子会麻木 然后就需要更大的刺激 所以才会有人说 跑到桥上去 然后把自己腿上 绑上绳子 跳下来 你能想象那种也有人玩 那就很多人 好啊好啊 那就是人生 世纪的目标 因为他的目标只有赚钱吃鸡 然后快乐 他其他都没有了 那就叫做偏道 那种就叫做偏道 正道就是说 我不要忘记了 我这辈子 什么都假的 只有道德是真的 我们现在很遗憾 就是说很多人跟我讲说 哎呀我们有信仰危机 我就问他什么叫信仰 我其实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他的答案 讨不过我对他 他说 我们没有宗教 你可把宗教看成信仰 那是外国人 哪那是中国人 中国人宗教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 每一个宗教 都是指向道德的那一只手而已 他是一只手而已 基督教是一只手指向道德 天主教是一只手指向道德 所有宗教都是这一只手 他所指的是道德 你要直接去看到道德 你不要老在这手打转 打转到最后一辈子完了 我们不要因为外国人不懂 我们有根的不懂 那糟蹋自己 人类共同的信仰 人类最高的信仰就是道德 其实我今天要讲一句很遗憾的话 很可悲的话 当道德不见了以后 社会才会讲仁义 所以不要以说仁义仁义 那是不得已的 当一个社会道德不见了以后 那你只好讲仁义 当仁义不见的时候 你只好讲理智 现在连理智也没有了 只好讲信用 那信用是最糟糕最低端的东西 仁义 理智 信 你看把信 信用在一破产人类什么都没有 人类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可怜的 最后一样东西叫做信用 所以到处都是呈现呈现 你就知道我们离到的太远太远 我要慢慢去回复 那怎么办 要把信用当作这是我必备的条件 这不是我的优势 这怎么是我的优势 当信用也变成优势的话 那上面全没有了 所以我跟我的领导 我不是说我有信用 那你相信我 我不是这样 我要敬意不是什么 我讲理跟智 我要守理 我要把我的智慧变成你的 而不是我的 因为只有你 把大家的智慧集结起来 我们才有福同享 如果每个人都把智慧存在自己 结合不起来 我们迟早是有难同当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然后再提升到仁义 仁义是什么意思 老板要人 我要义 义是下对上的 人是上对下的 上面是人 下面就要讲义 义就是正当性 义的解释就正当性 我所作所为 在我们公司讲起来 我是正正当当的 对整个社会讲起来 我是正正当当的 但是有一天 我连这个都不讲的时候 道德就出来了 当每一个人把手信用当做 这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 把我的智慧贡献给社会人权 这也没有什么好讲 这本来就应该的 人意也没有什么好讲 大家都这样做了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那就是道德 那什么叫做道德 道 就是宇宙运行的那个看不见的时候 就叫道 你看春夏秋冬 也没有人在管 没有一家公司专门管气候的 没有到现在还没有 幸好没有 我们就惨了 我是这个气候管制公司 那这个要命的 那所有人都被他操控 那白天晚上白天晚上 他说很自然 他都不讲自然 他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大自然的规律 那就叫道 人没有出生以前 道就存在的 什么叫德 就是我尊重宇宙的规律 去做我的事情 讲我的话 而我有所得 那就叫德 德是离不开道的 没有道哪里有德 你就按照道理去走 你就会得到什么 得到你修身的结果 薪水多少 那是变动的 有时候你碰到好老板 不一定赚得好工资 有时候你碰到坏老板 反而可以赚大钱 都可以 因为他走私嘛 我到一个地方去 我怎么看不到这个地方 说经济会发达 我就问他们这里 为什么有这么多有钱的人 他说哎呀 靠走私嘛 他说鱼有啊 怎么有 因为那个地势对他很有利啊 这个很容易隐蔽啊 然后这个运进来也没人知道啊 然后偷偷运出去啊 他就靠那个才赚大钱 那爷爷有啊 怎么有呢 庄子是讲得最清楚 他说两条鱼 哎呀他们彼此帮忙啊 他吸口水吐给他 他吸口水吐给他 哎呀好感动啊 他说这是最可怜的时候 怎么感动呢 那是怎么感动呢 你想想看两条 你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可怜 就是因为水都没有了吧 如果他们都有足够的水 他们根本就忘记了 我要照顾你 你要照顾我 水又必须要照顾 大家水都一大堆了 你还要 我投一个给你 你投一个给我 那么辛苦干什么 我觉得我们做一个中国人 是很自豪的 因为我们老祖宗 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会用 只要会领悟说 哎那句话就讲这个了 那句话就讲这个了 那句话就讲这个了 然后你就根本就是 一下子都通了嘛 外国哪里有 外国都是讲这个讲那个 讲得很奇怪的 而且很妙 他一阵子他就变了 一阵子就变了 就表示他不长久 他不长久 中文学一套 他可以一辈子用 我最后的建议是说 我们同时是领导者 也同时是被领导者 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修集 修集就是把自己的德性 越来越是他 越是他什么 高尚 高尚才是真的 我知道这个可以赚钱 但是赚了 会害人 我绝对不做 但是我不做 我没有标本说 我在做好事 没有 那本来就应该我不做的嘛 哪有什么好事 没有好事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去帮人家忙 一定要隐民 买信 一定要用无民事 就这个道理 因为我本来就应该帮他忙嘛 那我有什么好好彰显呢 为什么我要高调行善呢 这很奇怪的想法 默默地行善 不求回报 其实要讲很简单 你要求回报 那很简单 你今天给乞丐五块钱 对不对 你就一直念 我给乞丐五块钱 将来有一天 希望他还给我 那更惨 等到有一天 乞丐还给你五块钱的时候 你就比乞丐还穷啊 其实很多东西是很容易了解的 只是大家没有去误 总觉得不通 怎么不通 当然通 所以当你帮老板的忙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有特别贡献啊 你要特别奖励啊 没有 当老板去照顾员工的时候 你绝对不可以说 但是很多人是这样说的 我对你这么好 你要有良心啊 你要好好表现 这都错误了 所以很多老板他会利用啊 过年过节的时候 到员工的家里去拜访拜访 我觉得这是非常高明的做法 特别是什么呢 你的员工很多是从乡下来的 他们呢 离家背井 把一生最精华的那个时期 都奉献给公司 老板如果说你出差到哪里 或者说你有假期 你去的时候 当地的有些干部的家 你去看看他 你看看反应怎么样 那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就觉得很荣耀 一定是我儿子表现很好玩 不然你老板会来看我们吗 这才是中国很古老的一些做法 但是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 人类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时候 这些是非常管用的事情 因为我就曾经听到几个家长很感动 说老板那么忙 那还来看我们 所以呢 我就再三交代我的儿子 你不要对不起老板 你要不要对不起公司 这是个股很大的力量 当然我还是说明一点 不要有这种存心比较好 每个人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你要怎么样反应 你要怎么接来回应我 我不甘意 这才是正确的 谢谢大家